好 大家好 我是杨继 我把这个大水缸抬到楼上去了 我叫我老公跟我儿子把麻 这很重啊 我是抬不动的 我看见下面月计都找不好 等下要给它撕肥撕一下 大水缸 大家知道我哪上去干什么 准备种多了 不是不是不是 看一下 爸爸不是 爸爸没在接 坚持住 坚持就是胜利 看一下我还是和我老公 他说很重很重 好重啊 没干过活的 我抬了一层 剩下他们两个搞了 大家看一下等一下我去种什么 好 大家好 这口大水缸啊 抬上来了啊 我准备把这一株 那个樱桃啊 种在这里 因为樱桃都在这个小盆里面 应该是长不大 大家觉得樱桃会长吗 我这样要慢慢的挖 把旁边的那个挖一下 有很多土 有很多草根啊 大家说这时候挖 会不会死的 我这时候入冬啊 我老公说快开春了 没事 那我就挖开一点啊 哇这什么都是草根 哇这个草根长得比 比那个还大 挖出来啊 你挖出来啊 等下再去抠 我看一下 是不是不行 不行 要带一个大土 淋进去啊 哎呦 你看 根 还有这些 以前用的那个 贝壳放进去啊 哇 好多贝壳 好 可以可以 没的 真的 哦 是哦 哇 哇 好 好 就这样子吧 嗯 哎呀 放这一点 底下全部用那个胡植筒 那胡植筒很多啊 这个都是草根 我们不要放进去 这个很好啊 这个以前也是胡植筒 这能我能抬起来吗 嗯 嗯 你把那个 自己家虫鱼啊 什么 放在这上面 不要切开 恐怖这个胡植筒 要把这个草根拔掉 草根很会长草 有什么一年 快一年了 没有哦 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 这个 这个 那个贝壳还没有烂掉 贝壳不会烂啊 贝壳 要用锤子的敲一下 那不会烂 会缓碎 它就是泥土 厂根 你看 这都是草根 哇 炉 要把它搓掉 草根 要把它挖掉 草根 要把它挖掉 朝根 其实不要窝窝 土放在里面这边还要去拿 那当然土不要窝 你就忘记了 你不跟我收一下 不断死了 收一下也好 拿出来刷一下 还要拿出来刷一下 没事 荒虫荒虫 农业生产都要荒虫 那咋办 那先保证那个土够了 土够了后我们需要最长 需要土在里面 在到水到附近去那里 先保证这一缸 这一缸 能够种活 那边很多土 这些土都可以打进去 火 这些月经活 小苗 清大火没动过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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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 月经的 月经的 月经 那些 大家看一下啊 今天用种了一只大干的樱桃 哎呀 哎呀 小石块 小石块没事 你这样盖松松了 好了 可以的哈 种上这个 这个要不要再种 这个不要哦 这个是太阳花 等一下我自己种 好 今天啊 哎 一家人啊 共同努力之下 把楼下的这个大水干 因为本来是月内种荷花的 不行 因为它会漏水 我老公粉的时候 呃 补的时候 补的不够老实 然后想一想 还是 拿到楼顶啊 种这个樱桃 会漏水 种树最好了 希望 明年啊 你能够吃到樱桃啊 大家看一下我楼顶是不是 种花的花啊 啊 种果德果 种不到一定成功了 那樱桃 会怎么样 我们再说 还有那个 皮靶也成功了 皮靶也成功 有没有开花了 哪有花蕾 还没开花啊 这时候比较开花了 没错了 好 今天的视频啊 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关注 喜欢的可以收藏转花 拜拜 好